好 一起來 三 二 好 偶像劇男神李國藝 當了爸爸之後 首次公開亮相 參加代言第五年的 四象分品牌粉絲見面會 現場百位粉絲呼聲不斷 絲毫不減男神魅力 今年是我第五年代言 It's Launch 四象分 這個台灣本土的 喜悟法品牌了 那其實這麼多年 和品牌已經衍生出一種 像朋友一般的默契 像家人一般親密的感情了 我對品牌很有信心 然後對品牌所推出的 所有的產品 也都非常的放心 很安心 這樣子是正確嗎 對 好 老師剛剛教的這個群櫃 用時節的地方 這個姿勢以前 我們國中的時候叫考巴拉 考巴拉 見面會中 李國藝不止於隱秘拍照互動 還熱情幫粉絲按摩 親自示範頭肩頸的 精油按摩手法 並分享自己的精油使用習慣 我特別喜歡薰衣草或是柑橘 薰衣草可以讓你放鬆安眠 柑橘可以提升專注 那或是洗澡的時候你也可以低幾滴精油下去 又或者是平常我自己本身很喜歡運動 那需要按摩舒緩的時候我也會用含有精油配方的按摩油來幫助身體的恢復 我很喜歡讓家裡都有一個味道在會讓你感覺到很安心很放鬆 我想這就跟品牌跟我想要帶給觀眾是一樣的感覺 連續五年品牌代言 李國藝除了拍攝宣傳影片 更親自為四香芬設計了一款專屬香味 由國際調香師打造為香芬洗髮乳 李國藝坦言就算流落到荒島也一定要帶上它 荒島啊 哇 荒島我會帶四香芬有一個產品叫做 王者親吻植醉洗髮乳 因為到荒島肯定有海肯定有很強的陽光 頭髮可能會因此變得很乾澀等等 那除了王者親吻植醉洗髮乳 它除了可以保護你的頭皮 然後把你的頭洗乾淨 然後同時保養以外 更重要的是王者親吻這個香味 是我自己親自特調的 它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味道 見面會中 四香芬也同步亮相年度新品 髮生態養髮頭皮精華液 明年將有影視新作的李國藝 也期盼粉絲們在支持她的同時 也能支持台灣的本土優質品牌 四香芬 三里新聞網採訪報導